发展慰民,成果共享 2018年,特区政府将继续优化各项民生措施 与居民共享发展成果 因应天甲风灾,政府紧急推出了36项援助措施 以致出药17.57亿元 在关顾药势方面,最低维生指数维持4050元 继续实施短期食物保座计划 继续实行现金分享措施 向永久性居民每人发放9000元 非永久性居民每人5400元 医疗券和电费补贴将会继续实行 养老金将会维持在3450元 应老金就会调升至9000元 切实关顾残疾人士的生活 普通残疾津贴维持每年8000元 特别残疾津贴维持每年16000元 继续向聘用残疾人士的雇主 提供每名残疾人士5000元的所得补充税 或者职业税的税款扣减额度 继续对经济困难家庭的学生 提供多方面的辅助和津贴 学生书补津贴 幼儿学生调升至每学年2200元 小学生调升至2800元 中学生调升至3300元 继续对就读大专和研究生课程的 本欧学生发放学习用品津贴3000元 为鼓励优生多育 社会保障基金的出生津贴将调升至5000元 新生婴儿的爸爸妈妈都可以同时申请 为减轻中等收入阶层的生活负担 继续减收职业税的30% 免税额为144000元 继续向缴纳职业税的澳门居民 压外退还本年度以缴纳税额的60% 退税上限调升至14000元 继续实施第三阶段的持续进收发展计划 为期三年向年满15岁的澳门居民提供进收资助 预计实施上述经济补贴和成果分享 政府将会支出超过128.9亿元 预计实施税费减免和退还措施 政府将会小收税费约38.51亿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照